教練你是不是也把小事情搞大 有 像我會買保險 對 我會買保險 可是我發現我越買越賠錢 我從一開始一張兩張這樣買 因為想說那個時候二十幾歲 想說他會 這是個保險等於是個儲蓄 然後也有一些是醫療的 我就覺得說這個好像 對我來講是有幫助 一開始也沒有買了很多 一開始可能是一年一兩萬 後來開始變成一年五六萬 買了越來越多 又可能會再加加儲蓄 買買買 後來慢慢變成 一年是五六十萬 因為我朋友跟我 怎麼會這樣子 你要付五六十萬 你買多少保單 快十多張 因為有一些是 基金型的保單 然後我就發現不對 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我一開始的想法是正面的 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對 現在疫情的當下 其實沒有辦法賺那麼多 我就覺得說這五六十萬 一年都來講是其實 負擔是有一點重的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那我覺得某一些的保單 我想解掉了 這樣子可不可以 他說 這樣不行 不划算 我建議你不要 解掉就賠錢了 因為你只要當初 合約內 解掉的話 他大概是拿回才三分幾到四分幾 很少 我跟你講 投資越賠越大的達人 真的就在現場 崇洪哥 因為他那個保險 其實你只要堅過的話 還是算你的 然後我之前是做股票 是比較慘一點 因為當時我其實不懂股票 我剛開始進股市的時候 是朋友一直講 你趕快去 然後就找我說 你去跟誰開戶 開了之後 我是怎麼買股票 就是用 詹惟宗老師的 姓名學上面做功課 這是叫旺宏 又旺又紅 我就會問營業員 就是這樣子 他說這支是電子股 這支不錯或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買 我沒有在管他什麼時候高 什麼時候低 覺得可以就買 那時候有一些投資 結果剛開始偶爾會賺一點 偶爾小賠一點 就差不多打平 這樣子走了幾年之後 突然之間就有一天 就認識了兩個字 叫做 當衝就是一般股票 你今天買 不能今天賣 那你可以當天買 然後你可以回衝回去 當天可以買跟賣這樣 而且當衝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擴充你的額度 比方說我只有兩百萬現金 我可以擴充到五倍 變一千萬 那一千萬的額度 就是我一天當衝可以一千萬 這一千萬包括 買五百萬 然後我當天再賣五百萬 我只有這樣的額度 那我五百萬的話 我兩百萬 我一天當衝我可以賺到四十萬 但是也表示 一個漲停板我可以賺四十萬 但一個賠 跌停板賠四十萬 比過高風險的 高風險 結果他說就看到一支 有大陸題材的股票 然後就聽朋友講 也看新聞就說 這支股票 現在他們這個公司 在大陸有拖了幾個點 未來看好 台灣這邊也做得不錯 我一看股價還算低的 那這幾天有小漲一點點 那你小漲一點點 我明天再買小漲一點點 我在當衝退回來 我就賺了嗎 結果我一買進來之後 到十二點要收盤的時候 到中午收盤前 我一看 跌停 對 我當天 跌就算了 還停 對 所以不行 我不能出 我要撐著 今天賠四十萬 明天一個漲停就回來了 我就再放一天 你先入賭徒 困境 那時候就已經亂了 對 亂了方寸了 結果我就再進去第二天 第二天 我不跟你誇張 這真人真事 對 那支是南部的一個公司 傳統股 傳統產業股 結果 第二支跌停之後 我第二天就有點緊張 因為你知道嗎 我的本金 200萬只剩下120萬 對 我再跌兩支之後 我就沒機會翻本 對 然後我也有可能會被 證券公司斷頭 斷頭200萬都沒了 對 怎麼辦 我就趕快第三天趕快殺出來 對 趕快認賠殺出 80萬就賠掉了 第三天我一看那個股票 而且更氣人的是 天啊 三天 也就是沒有偏財運 沒有偏財運 但是不能碰股票 可是這個很難講 因為你那個當下 你如果不出來的話 沒錯 你又怕你就一直跌跌跌下去 怎麼辦 可是有時候要撐一下 這個5050 因為他有一半的機率 就整個 對 就繼續探天 所以沒辦法 那我也就認了 那我覺得男人 我當時要撐 就是撐到說我不能退 我想賭第三天會回來 結果果然我沒有撐住 那我覺得 這個 你也要撐住 就不能在那邊 靠北邊走這樣 就是要稍微撐住 然後 也不敢跟家人講 菁怡 但我覺得 其實這種投資的事情 有些男生就是不擅長 其實你們就應該交給 如果家裡老婆比較離開 就交給老婆去弄就好 應該有 或者說像我們家 我就比較不擅長 所以我們家所有的投資 都是我老公去操作 我顧小孩比較厲害 那我就會去顧小 還會幫他抓紙磚工 對啊 你還幫他抓紙磚工 你貢錢滿大的 對啊 你看我會讓他安穩生活 對啊 我也是功不可沒嘛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其實基本上 我不會去管他的錢 我根本不管他的錢怎麼用 他也不會跟我講說 他賺了多少錢 或者他投資了什麼 但是他如果真的 像他也有這種就是 他真的就是 像崇龍哥那樣 欸我跟你講 那個很可怕 一直跌一直跌 他看到每天心都很慌 可是他就是有這個方法 他曾經買過一支 台灣也是非常有名的股票 他也是聽說不錯 然後就一直買 買完以後開始跌跌跌 跌到剩三分之二而已 就是他跌了三分之一掉 那很慘 他也是心慌 結果後來他撐了快一年 大概八個月 他才回來 而且等到他漲回一點點的時候 他賺了一些然後賣掉 就趕快不要攤了 不要攤了就不要等了 你就是撐一下 所以其實崇龍哥就是可惜在 真的 浩如 我是覺得投資真的是要自己做功課 你只是單純的看數字真的很難 我自己就是也是 人家說什麼我就亂 因為我爸也是公務人員 所以我自己也 不是很懂生意啊 投資這種東西 所以也是那種 阿姨每次銀行在推銷什麼 我就買了 像德烈講的那個我也有 那個就真的是 我買回家以後 就被我老公臭罵一頓 我老公就說 你多久可以拿出來 你的錢存了20年 你放在銀行之後 20年加上也是 然後加上你什麼時候 可以動用這筆錢 我說好像9年後就可以動用 可是沒想到他一看 9年之前你拿出來 自己還要付一筆手續費 然後9年到20年中間 然後你的利率 根本就不到2 你比銀行還低 那你要等到第21年的時候 你才能拿出來 你第21年拿出來 你有什麼意義 你就算存200萬 你那時候也可能 只剩100萬的價值 就被我老公罵到臭頭 後來我老公是有教我一些啦 就是他除了看這些字 就是看這些合約 我老公看得非常細 他會去算之外 他也會告訴我一個關鍵說 你投資這個東西 你能活用的程度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家也是 我老公比較會投資 這比較務實啦 這比較務實啦 像我在買保險 從來不考慮自己活不活用的 都考慮留給 小孩 跟小孩 對 對啊很感人吧 感人 你就是要生這個東西 他就是要講我們講 他很感人 然後很暖 對 那我老公就是呢 他是反而是在就是工作方面 他就是變得 有時候就會被衝腦 就是只要跟朋友有關的 兄弟有關的 他就會亂 亂到就是那種 常常因為他在做裝潢的嘛 只要是朋友或兄弟來找他 要做任何裝潢的事情 哇 他腦子裡已經沒有數字了 什麼人家說什麼他都好好好 然後甚至常常人家說 請他幫忙做個什麼 他就成本給人家 可是他根本 他根本 我覺得你你沒賺 但是你至少要 你腦子要動啊 因為 要算一下 裝潢不是說我現在幫你做完就結束了 你還有後面的 售後 售後 對 我老公就是沒有想到這一些 他就覺得啊 兄弟一場啦 來幫你介紹 成本給你 然後就這樣給人家成本 最後 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老公自己在那邊 來跟我抱怨 對 說什麼要貼錢了 然後出問題 然後就說 那你那邊有沒有就是 可以幫忙貼一下 我就覺得不要這樣 就是 在當下 就是外面很闊 就是找朋友 放心 然後人家沒有找他自己說 沒關係我可以幫忙 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投資這種事情 真的是很看天分 也很看運氣 或者是你真的要很懂很會分析 因為像我們家是這樣子 是 我在 嫁給我老公之後 才開始去正式的 開始去開股票啊 什麼證券戶這種東西 才開始去關注 那後來有一次 因為平常我都要顧小孩 又工作什麼 我真的搞得很忙 我沒時間管這個 那後來我老公就會說 欸 最近啊其實哪一支哪一支還不錯 然後我說 我就只聽到 喔還不錯 然後我說幾號 然後我就直接 喔寄起來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買了之後我也沒告訴他 因為他也忙大家都忘了 後來有一天 好像大概過一個月後 他還跟我說 欸你記得上次我跟妳講那一支嗎 那一支現在可以買了 我說上次我買完啦 然後他說 怎麼買完了 我說你上次跟我說還不錯的時候 然後我就把整個證券戶的錢全部都買完了 然後他說 你不知道什麼叫 你有沒有踩過樓梯 他就馬上帶我去走樓梯耶 然後從上面走到下面說 你知道什麼叫階梯喔 來你現在一步一步這樣下去 這股市呢就是要這樣階梯式的購買 階梯式購買帶妳去走階梯 他還沒跟妳講人生像海浪一樣 哇塞 我騙你從頭 有高手有低手 今天看我們這個節目有福人 讓別人節目單一步 我們是把三集都在一集裡面 真的 不得了了 這個重點是 到底我們本來是要聊什麼 重點是 男人在生活中的角色很多元 但也很重要 所以有的時候他們的存在 對於我們是定心丸 所以我們需要他們非常地堅強 但是有的時候軟弱 我們也是應該要多多地包容 也不要裝堅強 該哭就哭 我的好朋友劉德華的名言 男人哭吧 哭吧不是罪 再強的人也有權力 去疲憊 對 男人哭吧 哭吧 好的 謝謝大家 一起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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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